HELLO 我是阿怪 今天来介绍英雄传说卡卡布三部曲 英雄传说卡卡布三部曲 是由韩国游戏公司制作的手机游戏星座 也是当时系列中英雄传说三部曲 现在重新诠释之版本 包含了三部曲90年代发行的 朱鸿鞋、白发魔女海兹坎哥 玩家将扮演主角 为了寻找年幼芬里斯妹妹 与来自乌鲁特村庄的冒险家麦依 一起探索广阔的世界 为旅行目标 游戏的玩法是即时制的战斗 玩家可以安排五位角色上阵 在战斗开始之后 角色就会自动的移动 也会自动的做攻击 玩家可以等到累积满能量之后 就可以使用角色的转属技能 而后期开启了自动战斗还有二倍速 战斗就会比较方便一些 而有些关卡画面就会比较特别 另外战斗还增加了妖剂补给 可以装备三种妖剂 补血、补魔、特殊争 而另外在游戏中也会有一点大地图的感觉 虽然其实还是关卡玩法 但是在大局上 还是有机会可以找到特殊的洞窟 或者是一些城市 都是可以直接进去探索 也会有很多样的副本 或是特殊的关卡可以游玩 而这次的重新塑造原作中 出现了各个角落的个性 并增加了故事剧情加入全程语音 让玩家可以更好的融入在游戏当中 目前游戏是预先注册 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 好了我们要开始 我们今天玩这款游戏叫做 英雄传说卡卡布三部曲 好当然那个英雄传说这个系列啊 已经非常久了 我记得最早最早的一个白髮魔女 如无意外的话应该是光碟片吧 光碟片所以真的非常非常久了 然后当然还有英雄传说三啊四五啊等等的 那这次的三部曲好像就是三四五 三个合在一起吧 的相关故事 好我们现在试玩看看喔 那目前的话是海外版本 那是海外测试 好不容易有抢到这个名额啊 所以我们赶快来试玩 不然的话就 时间过了就没办法试玩了 这玩法有点像是什么八级大陆吗 但是画质上好像还不错 只是有点可惜啊 就是大家知道就是没有那个中文 我刚才也特别去看了一下 系统设定啊 没有没办法了 那真正想要知道这个故事的话就 杀以为的可惜了 而且啊以我的年纪啊 我记得白髮魔女 我还 还比我要玩的年代更早 更早 对对对对真的真的 所以这系列就是很怀旧啦 好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上剩五个人 然后是有点即时的 然后右边有一个什么 药水吧 然后我们应该是攻击 然后可以使用技能 大概是这样子啊 点选头像 大概的玩法应该就是这样子啊 那最主要是看他的剧情跟他的 有没有什么游戏特色 好我们就点选药水 不屑 哇 超级怀旧 再点 把这声音拿上来一点 应该差不多了 要血量剩一点点了 喔 还要恢复魔力喔 喔 欸没死啊 欸没魔要喝水啊 AIME是男主角吗 这是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呢 还是以第三个角色去加入这个世界 有点不太懂 欸是一个不同的人欸 所以就是一个新的角色喔 他应该是贯穿这个三部曲 欸如果是这样搞不好 搞不好 搞不好可以使用就是那个 可以调整他语言调整他的韩文喔 算了韩文我也看不懂 欸这个也太Q版了吧 好啦 我看一下我们这边可不可以做一个设定好了 名字而已 没有好不好 有一个冲刺键 好我们到这里通常要拿宝箱 最近其实还有很多游戏 终于开始渐渐的要上市 之前啊 这段时间真的太少游戏了 整个游戏荒啊 因为最近手机游戏啊 然后有时候大概一两个礼拜 就可以说拜拜了 好我们现在看啦 他这样子直接过去嘛 这个就是快速键欸 直接过去欸 你也不需要那个 那这样就有点 没有那个意义啦 我看一下啊 对啊他这样子直接过去这个地方啊 好 看一下这里 他在同一个地图的话 他有指引 同一个地图他有一个指引方式 有没有 是跟他讲话吗 然后或者是你要看地图 好 竟然不是啊 是这个 猩猩是这个老头 不是这里啊 是老头啊 跟老头讲话啊 有一种很以前的RPG的感觉 诶 有一个小剧情 你在干嘛 诶 学会了 好 保持藏 太难了啦 吓我一跳 你是谁 甘鞋 他讲 他讲 我大 heb 不會啦 敢跳过了 好啦 这个就应该是我们跟这个 第二位主角的相遇啦 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们 组成同一阵线 看一下 所以要走上面 要走上面這條路 好,我們跑步的 窮喔 Mike 他其實這邊可以快速,我直接點這邊看看 這個area是不行的 也就是說你只要到那個地區的話 你可以直接點選這邊 就可以快速的導引過去嗎 是不是 只能 不懂劇情的人只能這樣子 好可惜 喔,什麼?所以只是以前而已啦 他在講以前的回憶而已啦 啊,死掉了 直接已經死了 前面那個只是回憶啦 玩那麼久就回憶而已 但剛剛拿的東西應該也都死了 來,我們直接走吧,離開吧 好,就是最外面這裡 好,就是最外面這裡 出門就對了 終於出門了 好像大地圖的Feel喔 先先打1-1這個 好 好 這個速度完全不行嘛 一定要 1-2才可以 這個慢到不行 我們可以控制移動嗎 不行啦 他是即時制的 但是是無法控制的 來 好,大概理解怎麼玩啦 第二章節趕快打一打 因為打完之後才能加速啊 加速跟使用技能 使用技能 喔,我們現在回到了酒吧耶 酒吧是 得到一個新的角色嗎 還是轉蛋啊 我覺得有點像轉蛋耶 因為劇情到了 然後他開放轉蛋給我們用 喔,真的得到這個角色 還是 反正我們在這邊應該是一個 巨點啦 我猜這邊應該是一個巨點啦 然後這個是 我們把他先領一領吧 然後 Hero 喔,這也是轉蛋啊 喔,剛剛那個新手轉蛋已經結束了 所以沒有得轉啊 有一個Free啦 我們來轉一下 喔耶,連得兩個角色 不錯,不錯 好厲害 好運人啊 那這就不用看了 然後這個是什麼 應該是 等一下是幾級開 按錯了 等級3就開放耶 他等級3應該是 好 我們是不是可以多放這個吧 這是道具 這個感覺是在後面 這感覺在後面 兩個攻守 欸,目前只能3個是不是 目前只能3個啦 還沒有開放到4個 快 完了 開放 耶,速度加快 速度2倍跟1倍怎麼差這麼多啊 那這樣我們其實可以把另外一個角色換掉 1-4 他這邊是幾啊 那應該是要1-4然後去外面 打那個 等一下我們把那個更換一下 這個我們把他換 這個換掉才對啦 換他啦 然後一個主角在前面 因為目前的話就是 一個戰鬥嘛對不對 那個人 那個人會反彈耶 有夠強的 來了 欸 那個人機能用不到 我覺得最有趣的就是 他有那個藥水設定啊 藥水的話就是有紅藥這個 我們直接用下一關打 等一下等一下 1-5 但是我覺得這邊是不是有一個什麼 等一下 我們先跟我們這個人物講一下話 有一個有趣的小劇情 這就是我們剛剛得到那個夥伴 他很快耶 他很怪耶 因為他是拿刀子就可以用魔法書 就有點雙修的概念 好 所以我們要直接打就對了 這個 這個怪物應該是要直打的 沒有辦法 欸可以多放啊 好可以多放太棒了 好 這個技能是補師技能啦 所以抽到他算OK 他是SR的補師技能 好 好 我們先看一下這邊有什麼 這一個小的迷宮啊 喔 怪物這麼多 是一定要打嗎還是怎麼樣 好像一定要打 來我們先試試看 會不會很難打 喔 這有一點小副本的概念啊 我們用Auto 直接把1-5才可以用Auto 我的鼠腳快沒血了 我就打不贏啊 打不贏啊 打不贏啊 先逃先逃先逃 我們這個副本打不贏 快跑 這不是我們可以打得贏的副本 那我們的Hero 現在要衝到等級5才有辦法 啊 主角被動住 其實蠻有趣的 開啟自動 自動之後他就自動使用技能 這樣戰鬥起來就很方便 不過我們該把角色培養一下 那我們先回去吧 我們現在都可以嗎 沒東西了是不是 沒有經驗啊 這裡還有一些關卡的資源可以領吧 前面還是有一些東西可以領啊 有沒有有一個free的可以領 我們領了1000多了 有一個free的可以領 它是 這應該是不能那個啊 它要怎麼生 這個嗎 喔有相同碎片的直接生啊 得到了50% 可是我想看他的就是 可能類似技能吧 好可愛 技能還是有點少,好沒關係 欸我那個主角竟然變藍的嗎?沒有沒有 他從綠色升到藍耶 也就是說碎片升級之後可以提升啦 這邊還不行,那就沒有東西囉 這邊有一個Event 喔耶,我們得到了很多東西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們現在可以把等級升高了 得到一個5000阿 好剛好練到5000 那個最弱的就 先等等吧 好我們直接出去吧 關卡那個一定打不贏了 我們就先不要擠 已經開放四個人了嗎? 等一下我們再去抽 升級有差 攻擊差別差很多 攻擊差別差很多 這邊有一個城鎮 不知道什麼 是一個休息的地方耶 是一個特殊的關卡嗎? 沒有城市啦 我們直接 欸不行不行 這個是副本啦 看一下這個城市有什麼 武器墊 武器墊 我想買些什麼 目前的話 我有錢嗎? 我就買200元一把 好 我們去買了 然後這邊是藥水 目前還沒用到藥水 還有其他的嗎? 有些 欸我怎麼抓這裡? 這是什麼東西? 好神秘啊 這邊是不是有一些隱藏支線 可以寄啊 有沒有?隱藏支線 好神秘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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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沒有我們就直接出門吧 還要打贏這一個啦 還要打贏這一個才可以 先打贏他 忘了轉蛋齁 忘了轉,轉到新的人物 有嗎?我們打得贏嗎?我看一下 血量的部分應該都還OK,10級應該是沒問題 就那個BOSS稍微難纏一點 喔這個想要有難度喔,因為那個BOSS 還有一點血量沒成功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先回程 我的回程在這裡 這是什麼BATTLE啊?為什麼有一個很像 副本嗎? 這有一個奇怪的副本 本人物 我覺得這副本人物應該就賺金錢了啦 OK,在時間內,解決了 OK,在時間內,解決了 目前這個沒有 欸沒有耶 我們直接轉一個10連,然後這10連是用買的 喔,只有一個SR 喔,只有一個SR 喔,相同的人啊 狗 法師 喔 喔,又多一個SR 喔,又多一個SR 對他就是要我要用這個斧頭啊對不對 我們就把他殺到八級啊 因為他可以解鎖這個啊 他也可以解鎖 所以要六個重複的才能解鎖 好可惜我們直接過去玩剛剛的關卡 第10關 沒按到 斧頭 選的是雙斧戰士 二戰三法 好可惜 不過他斧頭還有暈眩效果